退役军人充当卧底 在监狱遭遇忌中进 本以为就此度过一生 却不知早已未雨绸缪 今天带来动作片《危险卧底》 一所隐蔽的制毒卧点 一群毒贩正在打包各种面粉 准备扩散到各大娱乐场所 这时有人敲门 一名蒙面男子持枪闯入 只见他动作干脆利落 凭一己之力制服所有毒贩 可他不是警察 也不抢劫货物 唯一的目标就是装前走人 然而当他打开门准备离开时 直接被警察梦中捉鳖 入室抢劫持枪伤人 种种罪名直接送十年包吃包住 通过警察询问了解到 他叫泰瑞以前服役于海军陆战队 可退休后并没有养老金 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再加上女儿身患重病 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只能铤而走险前去抢劫 看来泰瑞这顿劳饭避免不了了 可此时却迎来转机 当警察局长得知泰瑞身份后 决定与其合作 只要他肯入住私人监狱 协助警方调查那里的监狱长 掌握他贪腐的证据 如果顺利完成 就可以无罪释放 还会帮他女儿付清所有医疗费用 如此诱人条件 走投无路的泰瑞只好答应 很快被带到监狱 这里的狱警各个凶身恶煞 犯人也是张牙舞爪 根本没有什么纪律可言 随后泰瑞被送到单独牢房 这里藏着一部手机 是局长给他准备用于搜集证据的 就此泰瑞开启监狱卧底之路 初来乍到势必会遭到凌辱 但泰瑞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 他只想抓紧收集证据离开这里 即便选择忍其吞声 还是被一拨又一拨人挑衅 泰瑞这种彻力独性的性格 势必引来祸事 当晚就有几人前来找茬 他们原以为泰瑞软弱好欺负 不料下一秒就把几人打得跪地求饶 这时 狱警听见动静赶来制止 将故意找事的囚犯关进进闭室 还附带点击教训 监狱长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看中了泰瑞那矫健的身手 如果为自己所用 那必定赚到盆满钵满 甚至主动给泰瑞讲解自己创建的地牢 所谓地牢就是打黑拳 赢的话不仅可以给自己减刑 还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 泰瑞本不想答应 但一想或许可以收集证据 还是选择接下那套拳手服 接着监狱长为了训练泰瑞 故意把他和格斗天才谷爷关在一起 让他来训练泰瑞的格斗能力 泰瑞也不忘向局长汇报进展 隔天谷爷就带着泰瑞来到训练室 一所监狱健身器材如此齐全 这倒是让泰瑞大开眼界 两人训练时 谷爷更是提醒泰瑞 这所监狱并不像一般的监狱 里面深不可测 想要在这里混下去 必须练就一身本事 如果没本事就得扛揍 就这样在周日复始的训练下 泰瑞很快迎来了第一场黑拳赛 比赛场所办的堪比专业水平 监狱长更是势灾必得 而他制定的游戏规则更是丧心病狂 打斗期间没有任何束缚 直到一方死亡为止 泰瑞看着场内比赛 他们下手狠辣 招招致命 而微观的犯人更是麻木不仁 一边欢呼一边欣赏着全赛 这些都被泰瑞用手机记录下来 几番比赛后轮到泰瑞上场 他要对战的是名叫吸血鬼的犯人 泰瑞本不想杀生 可这里的规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为了赢得比赛拿到证据 泰瑞只能对吸血鬼痛下死守 而这一幕更是得到监狱长的青睐 比赛刚一结束 之前拉拢泰瑞入伙的老黑 找到监狱长讨要说法 他已经按照要求 成为监狱里最顶级的存在 为什么迟迟不能离开监狱 监狱长却顾左右而言他 这也从侧面证明 打全减刑只不过是他欺骗犯人的手段 从中谋取撕裂才是重中之重 正所谓人在无言下不得不低头 老黑只能乖乖认命 而这边女律师找到泰瑞 她是专门处理退伍军人安置工作 在得知泰瑞退伍后没有工作 女儿又身患重病 表示自己可以给她提供帮助 泰瑞想了很久 她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什么来意 也不知道手里这份证据交出去 是否对自己有利 泰瑞一时间无法抉择 女律师见状也明摆其中道理 留下一张名片转身离开 很快泰瑞就迎来了第二场对决 她要迎战的是龙族少年 一顿自以为吊炸天的操作 却被泰瑞一拳KO 此举让泰瑞成为监狱长新宠 也招来老黑帮派的忌妒 两个小弟趁泰瑞工作期间 持刀挑衅 让他见识一下谁才是老大 可怎么也没料到 玉角突然赶来 终止这场闹剧 此次事件之后 监狱长对泰瑞更加重视 为了更好地训练他 监狱长找到老黑故意当他的面 将威胁泰瑞的两名手下打死 以此杀鸡敬猴 同时也为了激怒老黑 让他和泰瑞比一场 用实力说话 老黑也不是傻子 也明白监狱长的目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挑选优质种子 老黑想要继续站在身顶俯瞰一切 还要顺利脱离监狱的话 就必须同意监狱长的要求 他很快找到泰瑞发起挑战 起初泰瑞并没有答应 但想到女儿 他不得不应下老黑的战书 而老黑之所以迫切想要出狱 只想见母亲最后一面 两人同为家人战斗 只能将拳头打向无辜的对手 以此来满足监狱长贪念 泰瑞刚是在阶下挑战后加紧训练 不敢有一丝懈怠 很快决斗开始 泰瑞本不想滥杀无辜 可在这里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只能奋起反抗 很快老黑就被泰瑞按在地上摩擦 拳拳倒肉 至此拳王一主 泰瑞成为新晋拳皇 可泰瑞赢的比赛没有丝毫开心 因为他将监狱长罪证发给局长后 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显然泰瑞被局长所蒙骗 而其中原因泰瑞就不得而知 紧接着 泰瑞就被监狱长叫到办公室 表示泰瑞成为新晋拳皇 所有犯人都要累让三分 可这一切泰瑞并不想要 他想要的只有女儿 还没等泰瑞拒绝 又将他带到监狱深处一处 面粉加工厂 原来这里才是地狱 而所谓的黑拳打手 只是为了掩盖贩卖面粉的事实 如果泰瑞继续待在监狱 充当打手 口袋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金钱进入 也不用在外面累成孙子才赚那撒瓜俩草 泰瑞看着一切始终没有答应 而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老黑 明白自己已从神坛跌落 之前监狱长许诺的初约 自然也成了泡影 这边等泰瑞返回办公室时 意外发生了 局长竟然出现在这里 泰瑞至此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局长的阴谋 他早就知道监狱长贩卖面粉的事情 奈何没有证据 只能借泰瑞之手 掌握监狱长贩卖面粉的证据 好从毒品生意中分一杯羹 他们根本不在乎泰瑞是不是军人 到底有没有生病的女儿 他们眼里只有利益 既然进入监狱 想要出去那种登天 只能不停地为这所监狱卖命 而之所以培养泰瑞成为顶级打手 也是为了与其他私人监狱 进行地下拳赛 监狱长和局长只需做收语谋之力 这时走投无路的泰瑞 想到之前的女律师 将监狱长贪污和贩卖面粉的证据交给他 同时也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他 很快和其他监狱联赛正式开始 为了赢得比赛 别的监狱不按场理出牌 更换级别更高的选手 本来这场比赛没有规则 就是最大的规则 监狱长也是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 泰瑞看着体型庞弹的对手 自己即便使出浑石泄术 也不可能战胜对方 既然比赛没有规则 泰瑞也使出旁门左盗 一把抓起沙子 撒向对手眼睛 趁其眼瞎之际 泰瑞一套组合拳加上扫堂腿 将对方打倒在地 而这时 犯人像是接触到某种信号 开始发起攻击 矛头直指监狱长 原来他们在比赛之前 就开始谋划此次行动 目的就是要扳倒监狱长 还监狱平等安宁 到时以对手倒地为号 届时大家群起而攻之 犯人纷纷响应发起暴动 与此同时 女律师那边也传来好消息 通过她的举报 政府派大批警察冲入监狱 扫清毒瘤 而此时监狱长趁乱逃跑 却被泰瑞拦下 监狱长知道动手肯定吃大龟 便掏出手枪对着泰瑞 得意之时 却不知晃雀在后 谷爷上前一把抱住监狱长 三下五穿将其打倒在地 这时警察赶到将监狱长制服 而泰瑞有全手服保护 并未受伤 与此同时 女律师告诉泰瑞 之前通过提供的证据 已经将局长扣押 泰瑞也将无罪释放 等泰瑞走出牢房那一刻 所有犯人假道相送 他们庆祝泰瑞被释放的同时 也庆祝监狱终于回归平等 囚犯们也没有因这次造反 而延长刑期 出狱后的泰瑞 如愿见到女儿 生活也回归平淡 这部电影叫《危险卧底》 上入于2022年 经典的美国电影《监狱套路》 喜欢监狱片的可以去看看